我要你们注意菲利克斯 看他的机球搭档迪米托洛夫马上要机球下网了 就是这里 你看到菲利克斯做了什么吗 我再让你们看另一个球 马上了 就是这里 这里 你注意到了吗 迪米托洛夫做了什么 迪米机球下网 但你看 菲利克斯的球排的位置 他向后引派 尽管球没有过往 为什么 因为在球过往之前 他们就开始引派 我想问问你 当你的球友或者对手继续下网时 你的拍子引到后面了吗 你是不是像阿利亚西姆这样 或者说你仍是准备姿势 职业选手引派 或者说开始引派时 球仍在场地另一侧 这就是他们看着有大把时间的原因 如果我们跟他们打球 我们会手往脚乱 但他们会像是全世界的时间 都给了他们一样 因为他们提前转体 再看一遍 注意看 他开始引派 接着放松手臂 你看他转体 看到球下网 他放松手臂 你下次训练时 我希望你引派 或者应该说开始引派 在你看到球会是正手球 或者反手球时 就要开始引派 不是让你快速引派 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要仓促引派 要提前引派 就像上班 提前点出家门 上学提前点走 提前点去看牙医 对吧 试着慢慢来 职业选手就这么做 所以 去打球吧 提前引派 那你会赶到 你有更多的时间 你这么做 毫无疑问你会受获信心 赢得更多比赛 打出更棒的网球 感谢观看